又是我 正能量抗癌Amy 今天刚刚做完脚手术 很成功 很感恩 因为遇到一个好的医师 如果痛的话 腿就向下 push down Ready 打麻嘴針 3 2 1 非常好 非常好 休息 这条片不是广告 我只是想表扬它 我吃了抗癌化疗药 已经三年 有很多后遗症 其中令到我的指甲很脆弱 整天爆开 开叉 尤其是我脚趾 脚脚 每天刺着我的肉 每天都流血流浓 塗抗生素药膏 治标不治本 我已经塗了一年 都是每天流血流浓 现在是消炎 但是我会试它的测试 OK 感觉到 你都觉得 这里呢 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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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觉得 你有感觉 你感觉到 你感觉到 但痛 任何痛 你会试试 我就去做一个抗拨 那没办法 那我老公呢 就在网上找到 触病治疗师 找到Kristine的资料 那看到Kristine呢 觉得她个人好友善 好Cheerful 还有很细心去解释了所有的资料 尤其是在手术之前去解释了我的问题 解决的方法 手术的程序和风险 那我好害怕 所以 是完全不敢做手术的 那原来呢 手术那个时候 这有D2 OK 对 对 你可以看到 它很厉害 对 痛呢 就是打那2针麻醉药 那时才痛 之后 就没有感觉了 哎 现在很开心 因为 那个根源 已经解决了 接着我 那些肉 那些脚夹 剪了之后 就 希望 不会再生出来 所以我 想在这里 分享我自己的经历 如果 一刻 有脚痛的问题 尽快去求医 不可以 像我那样 忍痛了一年 真是不能吃 好 好 现在呢 你感觉呢 就是凍 ok that's all you'll just feel cold 你感觉呢 就是凍 ok that's all you'll just feel cold 是 明天呢 明天呢 开始呢 Amy一阵闻水 就放在酸药 接着放在歌上面 接着就要六部教 我会教你怎么做 我会教你怎么做 好 好 ok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